好,这节课我们继续来看Laravel的帮助函数 那这节课主要是字符串,是吧 我们添加一个题目 String字符串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String Plural 这个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帮助函数 String Plural 它是用于把一个单数给它变成复数的 是吧 大家在英语中 它的名词 科数名词都会有单单辅数的一个区别 是吧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Str 我们可以在String Plural里填一个词 比如说很简单的 填一个Apple 试一下 String Plural 它变成Apple 注意最后也得加了个S 是吧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函数它不简简单单 是加一个S就完了 有一些词它是不可数的 比如说Shift 绵羊 这个词是单谱数同行的 是吧 那它就不会加Shift 然后它不会加S 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智能 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智能 是吧 还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不规则变化 比如说Ability 这个词它要变 变Y为I加Es 如果它的复数就是变Y为I加Es 那我们看一下Lerable它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它就会变Y为I加Es 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它是用来判断一个字符串是不是以某一段字符开始的 那首先我们需要一段字符串 比如说ABCD 那我们判断它是不是以A开头的 试一下 它这里返回了一个布尔值 是吧 那么我们直接去返回这个布尔值呢 它会强制转化成一种字符串类型 所以它就会报错 那我们这里直接用DD了 好刷新 它是处是吧 它确实是以A开头的 那它是不是以B开头的呢 我们觉得是false是吧 果然是false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endsWith 那这个股名思义就非常简单了 是吧 我们就一个例子就可以了 endsWith就可以了 我们写一个例子 看一下就行了 是不是B结束的 endsWithB不是 是吧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 startsWith 我们说endsWith false是吧 它也不是B结束的 那是不是以D结束的呢 D刷新处它确实是以D结束的 对吧 这个很简单不用多说 Camel case 而Camel case它是把case转化成一种驼峰式命名法 是吧 那比如说有一个字符串 叫Hello world 是吧 Camel case 它就会它就会把这个转化成 Hello world 是吧 world 转化成这样的驼峰式命名法 而不是这样的一种下滑现式的命名法 刷新看一下 我们应该用这个Camel case这个路由 好 它会变成Hello world 没错 它确实是大写第二个字母的首字母 大写第二个单词的首字母 还有一个class-based name 那class-based name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我们一般在larial项目中 几乎所有的类它都是有命名空间的 是吧 比如说app下的 什么controller controller下的什么 比如说mycontroller 那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app class-based name 它就会把最重要的最后的一部分取出来 也就是这个类的名字给它取出来 而不带前面的命名空间 是吧 我们试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变成了mycontroller 是吧 它返回了mycontroller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方法 叫string limit string limit 它是用来限制字符长度的 是吧 好 那如果我们这里用str limit limit 这个里边给一串字符 叫abcd 第一个传词案就是一个字符串 是吧 你想限制哪个字符串 那第二传词就是你想限制多少位 比如说我们想限制三位 也就是abc了是吧 最后返回的是abc 这个删掉 好 试一下string limit 他abc没有abc没有d后头是一个可以帮我们加了一个神龟号 那string is string is 是用于判断一段字符串是否满足一种模式的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可以用wirecard 是吧 str is 第一个是条件 条件 比如说 后头那段字符串是不是以ab开头的 一段字符串 我们说哪段字符串呢 abcd 这段字符串是不是以ab开头的 那么我们觉得是是吧 看一下他的判断 string is 他说true 是吧 没错 那如果我们把这里变成Cb 后面这一串字符是不是以cb开头的呢 false 他就是专门来判断这样的前头的 后头这一串字符是否匹配前头的这个模式 是吧 好 这个是string is 好 那讲完第三个string 帮助函数 那我们leravel基础第一部分就搞一段落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在这一节课中我们确实学了很多东西 是吧 大家需要做的呢 其实 一是理解 二是练习 对吧 大家如果不能理解的话就翻回去 再看一看 倒回去再看一看 大家如果觉得能理解 但是有时候会忘掉一些部分 做起来不是很熟练 那我们就其实就需要的就是练习 不是别的东西 是吧 就是练习 大家下几课可以多做一些小项目 哪个地方不行 大家可以多练一练 大家觉得小项目可以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项目 把他们所有的东西 把这些知识点可以全部串起来 是吧 好 那这节课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下一个小项目的东西 我们下一个小项目的东西